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今天进入了第二天 不过在广州火车站传出了持刀砍人事件 一名嫌疑人被当场打死 九名伤者被送往了医院 那么北京对此有何反应呢 今天在北京的两会有哪些焦点 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BOA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为您报道两会的最新消息 东方你好 玉玉你好 是东方我们先来看看最新发生的 就是在广州火车站的这起持刀杀人事件 目前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如何 那么在北京又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8点18分左右 有人在广州火车站持刀砍杀路人 那么中国警方当场打死了一名嫌疑人 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并将九名伤者送往医院 目前中方没有公布凶手的动机和身份 那么我们知道去年两会前夕呢 在云南昆明火车站也曾经发生 类似的恶性砍人事件 当时呢造成31人死亡 关于北京的情况 有传闻说北京的军方发生了一些异动 不过我们到现在为止 无法证实任何海外中文媒体的相关传闻 不过呢我们看到北京的街头和公共场所 明显的加强了警力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协和人大开幕会上呢 我们看到为前两排最高领导人 做的那个蓄茶水的服务员 统一换成了身穿黑色西服的男服务员 而给后排主席团成员倒水的男服务员 可能是临时抽调的可靠的警卫人员 以防止任何意外状况的发生 另外呢我还想再介绍一下 就是北京两会前爆红的柴镜的 雾霾的这个纪录片 雄顶之下 今天在北京已经全部被封锁 登陆各大网络平台 如优酷 土豆 爱奇艺等 都已经无法看到这部纪录片 间接的证实了海外媒体有关 中宣部下令封杀不准讨论的报道 玉文 是 那么东方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在两会当中 我们看到星期四下午呢 习近平他特别来到人大会议的上海代表团 来参加审议 那么他在会上又说了些什么 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习近平在上海团参加讨论 媒体报道说呢 习近平肯定了上海市委 针对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 办企业问题提出的进一步规范意见 那么有评论说 这意味着习近平也许啊 会从限制领导家属经商 从严治党出发来敲打上海帮 另外呢 李克强总理在昨天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呢 报告的文本出现了重大失误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 报告文本里面只有三个全面 漏了全面从严治党 这个全面 据称呢 是习近平亲手给李克强指出的错误 李克强在宣读的时候啊 补上了报告中的另一个全面 就是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新进展 这十一个字 我们从现场拿到的报告文本 现在还有 没有发现这个全面 我们感到非常的奇怪的是 报告从八九月份 去年八九月份开始起草 修改达四五十稿 竟然出现这么重大的错误 真是匪夷所思 玉文 是 那么东方 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呢 美国媒体关注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反空发草案里 两天前我们也报道了 特别有关要求 外国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 必须向中国政府来交出安全蜜月 这样的一个条款 引发了关注 那么现在又有报道说 美国苹果公司 准备要同意 中国政府的条件了 那么对此 在北京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今天中国媒体都报道了 说英特尔 苹果等公司 已经同意了 反空法的部分条款 部分同意 报道说呢 由于中国是苹果公司的 重要市场 苹果可能已经同意 向中方提供产品的原代码 但是呢 没有说是不是交蜜月 这个很重要 那么中方呢 就是欣喜若狂 报纸的标题纷纷打出 奥巴马喊也没有用 苹果向中国低头 这样的标语 那么这个问题 美方和中方 仍然在继续的谈判 和交涉之中 岳文 好 最后东方 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中国方面呢 发出了邀请 将要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 来参加纪念二战 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 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三月五号两会期间呢 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 说呢 将会邀请相关国家 和国际组织领导人 参加阅兵 特别是呢 这个这是一次重要的活动 也邀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不过奥巴马是否出席呢 取决于他的日程安排 陈国平也拒绝谈到 中国是否邀请日本首相安倍 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呢 预计将会出席 那么时间呢 我们都知道 可能是定在9月3号 据路透社报道 参加阅兵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 已经开始在北京郊外集训 有的学者说 中国希望呢 借助这次阅兵 发挥地缘政治作用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而美国方面的一些专家 表示忧虑 说中国这次阅兵 更像一次大型的排日活动 会咬乱中日关系 甚至有可能 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 余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东方在北京 为您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有关于 中国两会的最新消息 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